探索异乡他国的神秘趣事 记录不一样的人文风情 相信小伙伴们都知道过黄幼这种动物 如果不知道也听说过它的另外一个名字 那就是黄鼠狼 黄鼠狼是生活在农村的一种野生哺乳动物 在人们的印象里 黄鼠狼一直都是非常的神秘莫测的 据说它们白天很少出动 只有到了晚上才会出来寻找食物 由于它经常偷吃农民养的小鸡 所以人们对它可谓是恨之入骨了 然而却从来没有人敢抓捕黄鼠狼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真的如老一辈所言 捕杀黄鼠狼是会遭到报应的吗 而且不仅是人们抓不到黄鼠狼 就连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也是对黄鼠狼非常无奈 也许大家还不知道吧 黄鼠狼只要一遇到危险 它们就会立刻分泌出一种特殊的液体 而这种液体的味道可谓是令人闻而生畏 所以那些动物们自然是不能靠近的 而且据我国的生物学家而言 一只黄鼠狼每年都会吃掉大约一千只老鼠 而和一千只老鼠每年要偷的粮食比起来 黄鼠狼吃的几个小鸡那就是九牛一毛了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 黄鼠狼不但没害处 还是帮助人们捕杀老鼠的好帮手 再加上黄鼠狼一直以来的神秘传说 所以就更不会有人对它们狠下毒手 怎么样小伙伴们 看完视频之后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与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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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